大家好,欢迎来到蒙鹿玩具 唐三凭借一己之力,消除了同族对父亲的憎恨,自己也顺利认祖归宗,总体来说皆大欢喜 算算时间刚好到了第五年,唐三想起了同伴说的五年之约,千里迢迢赶到史莱克学院和同伴团聚 与此同时,其他五个小怪物也来到了学校门前,大家虽然身形有变,但默契从未简单 在看到不熟悉的唐三后,二话不说直接出招,让唐三都小小伤心了一下 先来看看首先回到学院的戴木白和朱竹青,这两是七怪中唯一从头田到尾的情侣 五年的时间里,两人在新罗帝国已经站稳了脚步,也许是太忙于对付哥哥姐姐 服饰方面没有什么明显变化,气质倒是提升了不少 这时的史莱克学院,成为了知名学院 招收的学生不再仅限于怪物,有值班的学弟学妹 为他们是冒充的,便把副校长叫了出来,赵无极还是老样子,抱着双臂骄傲的不可一世 不过在看着小怪物们回来后,也难得露出傻气的笑,恰好宁荣荣也到了 小公主插着腰不知对谁说道,五年不见,更嚣张了 按理说宁荣荣身为七宝琉璃宗的小公主,衣服应该得到腮不下,然而她和五年前一样,一套轻衣穿到尾,这不禁让我吐槽,制作组真会省事 奥斯卡为了得到宁峰之认同,五年来经历了无数险境,虽然实力变强了,人却自卑了 因为脸上的伤疤,让她不敢出现在宁荣荣面前,只能偷偷躲在暗处看着伙伴们相聚 最后赶来的唐三因为变化太大,被伙伴们当作敌人对待,戴木白的白虎猎光波 马红俊的凤凰火线全都招呼而来,三哥碍于不能伤及队友,只能默默接受挨打 最后把蓝银曹五魂亮出才平息了战斗,这种痛击我方队友的操作,看着有些尴尬 所以爱是会消失的,对吗?好了,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,我们下期见